字幕提供 在报读加拿大学校和申请学生签证时需要谨慎 加拿大移民部不容许学签申请人有移民倾向 所以这类所谓导读的人士就需要小心解释清楚读书的目的 加拿大ADM首席联邦移民顾问 接受《苹果日报》最后刊专访时表示 不少中年人士致行申请学生签证被拒 都需在他的读书理由不够充分 这能提醒申请人需要花心思在递交的学习计划 要好好解释所报读的课程 如何帮助自己的事业 或者要懂得自圆其说 令移民官相信你所报读的学科是合理的 学生签证是加拿大救生艇最关键的一步 一人读书 全家移民 有家庭成员一起前往家国的人选读公立学院 配偶可申请工作签证 子女也可以免费入学 ADM香港客户成功案例 48岁的Mr.Pen 全家一家四口顺利迈向移民之路 申请人透过ADM报读多伦多 主申请人持学生签证 宝贝持工作签证 小朋友读书免费 为了救生艇移民的需求 Mr.Pen必须降级读Diploma的课程 ADM移民法律团队 花了额外的时间 协助Study Plan 和移民事务所的Legal Submission Letter 给他们一次申请就过签 香港青年月资金有限 可选私立DLI学院 苹果日报专访时 ADM首席移民顾问表示 如果是单身人士 而且资金有限 但可以报读私立学校 除了学费较便宜之外 还可以在读书第二年的时候 实习工作12个月 这两年的文憑课程 是由一年课堂 加上一年实习工作组合而成的 简单来说 在两年当中 你有一年是可以工作 而且又收入 在就学期间 每个星期 可以合法工作20小时 学费更加是公立学校的四分之一